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仙俊 各位老师 各位同仁大家好 那么真的欢迎各位来参加这个 那早上我不晓得各位怎么样 我是卤坐针斩 卤坐针斩的原因是因为是听了太多 覺得自己應該怎麼做 自己應該怎麼樣做 那麼那個可以說是非常有收穫 那麼那個從國際還有到現在 然後還有各個層次 那今天下午我們就稍微focus在台灣這一邊 那有關於高教的一些理念跟實踐 那麼首先我們是請成功大學 來幫我們分享他的一個經驗 在高等教育方面的經驗 那我們很不容易請到蘇維珍蘇校長 親自來這邊幫我們分享 那有關蘇校長我大概不用太介紹 那個什麼那個蘇校長真的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能力的lady 那我們現在就歡迎蘇校長 好 那個主持人莊教長 黃部長 然後張校長在做很多高教的先進 還有我們的好朋友 我能夠分享的經驗其實非常非常有限 在現在的工作上時間有限 不過今天的這個場次裡面 就也很humble的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們作為在整個所謂Hire Institutions 的這個peer裡面有的一點點觀察 時間非常有限 大概是20分鐘是不是 所以我就盡量快快的做一點點background 等一下余教授也有他們的觀察 那麼第一個部分其實如果我們今天一起來看 回憶一下大學 大學在很多的階段 給了我們不同的緣起跟資源 不過我想我們今天珍惜的幾個概念 在這個路徑裡面還是一尺留存著 無論現在的工作狀況有多麼的挫折 或者是辛苦 但至少我每天都希望心裡面的這幾個價值 還有被珍惜 大概一個一定是University College的 這個Universe的一個完整 全部還有無限大的一個思維 第二個當然是在大學發展的階段當中 會一直被反覆的反省 所謂academic的freedom 那這些的能量在我們的操作裡面 是怎麼樣的能夠被繼續保護 或者堅持 也是今天的一些挑戰 那麼當然在某一個階段裡面 我們看到在歐洲的大學裡面 開始透過他們的自治 得到比較在相近八九百年前 都一定的確認 對於他們大學的這個管理跟思考 那麼比較在近的年代裡面 我們看到今天很多的 我們做的工作裡面 不管是移動 不管是全球的這個能力 那麼citizen之間的這個mobility 還有我們要考慮到的impleability 這些其實都曾經在我們的歷史裡面 被回憶跟檢討 最簡單的幾個階段性的工作 大學其實原來的任務裡面 大概是teaching 我回憶起我在Boston上學的時候 當初很多很多一些謙卑 而基本的功能裡面 其實就是讓下一代透過這些學習跟教育 而延續一個新的生命發展 生活幸福的一個可能 所以我們在概念上面 他的social responsibility 或是他的social service 的這個部分 也開始被這個很蛛絲馬跡的看到它的源起 那麼今天我們都非常熟悉幾個關鍵字 包括新的創新創業 是不是能夠對社會發展的一個經濟需求 有一個新的這個功能 不過也跟大家一樣 我們如果把中西的主要的大學用這個data的概念 稍微把他們的mission 把他們的objective 把他的一個目的做一個檢索的話 你會看到比較highlight出來的 其實大同小異 其實大家當進入大學的環境跟領域裡面 我們無非還是能夠希望 常常思索到一些我們所能夠做的contribution 從community裡面 再來從國家裡面 再來從世界裡面 看到這樣子的一個連結 我也很粗淺的去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心裡比較珍惜的在這一 特別是過去這一年 很多的這個風雨辛苦的這個階段 我常常用我們的就是Drew 就是Harvard三百八十幾年 第一位的女校長的一兩句話 在我心裡常常回憶 常常溫暖一下下 那當然是大學其實真的要好好的維繫 跟去珍惜世界的一個新的希望 那我們努力的持續再去面對一些cross border的挑戰 我們當然基本的任務之一 是在unlocking一些新的knowledge 我們也希望透過教育 許多的人文素養更多的理解 能夠來建構某一種culture 跟這個所謂political的understanding 那最後我們有沒有能力 也主動的再去誘發或者提供 甚至宣揚更多的dialogue 或者是更多的debate 那今天的時段裡面 也許跟大家比較集中看看 在我們今天回到我自己的學校裡面 利用非常有限的資源時間跟精力 在同事裡面一起去分享看這個大學 可不可以經常來省思 我們的social responsibility 中午也在跟黃部長有一個很短的時間裡面 有沒有其實時代性的來看 今天在學校裡的縮影 其實是明天會呈現在社會裡的一個更大的模組跟挑戰 如果是的話 今天在大學校園裡面 還有沒有計算許許多多的指標之後 還有一點點空間時間來做反省 來做互相的努力跟氛圍 那我們當然是會去學習幾個比較基本的example 我take這個從英國的這個智庫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裡面的一些簡單的基本的資料 我們可以看到說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過去呈現的literature 談的是個人跟經濟上的貢獻 我們大概也熟悉某種程度 教育程度的提升 具有大學的graduation的這樣子的一個degree 或者是一個benchmark 在生涯裡面 你平均能夠得到的回饋是多一點點 那當然今天在台灣社會裡面 可以用另外一個角度來思索 這是不是盡然 不過如果以global的一個標準來看的話 這是的 那他大學作為一個新的經濟的形態 跟venue所謂global educati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角度來看 他也提供了相當經濟的動能 那OECD整體的數字也看到說 基本上大學的畢業生可以看見自己多一點點的一些希望 比較有能力在建構多範圍的興趣層次 跟對人之間的一些信任 所以如果我們去檢討大學的組織面向 也許可以從四個構面稍微做檢討 那麼知識面當然毫無疑問 我們持續的發掘這些先進的知識 那麼社會參與面 我們希望能夠比較有計畫有制度的改變社區 參與城市跟國家的這個發展 大學當然最重要的產出是公民 無論是地區性的或全世界的 那是不是一個負責任的 具有前瞻思考的一個公民 大學作為一個相當相當重要的組織 尤其像我們的學校在大台南市的規模裡面 將近三萬人口每天的活動 包括醫院等等 其實構建了相當重要的一個input跟一個output 所以我們作為這樣的一個組織個體 我們能不能呈現某一種生活態度跟行為 而來改變社會 這個地方我不多講 不過過去我們討論的 可能是非常基本的 用一些成果來反映大學的這個功能 今天可以有其他的思考一起來看 input進去這裡面 可以包括所有跟大學有關的stakeholders 他們所提供的方式 他們參與的資源 以及他們所involved的一些面向 透過行為活動跟不同的這個program 所呈現的activity之後 我們也許可以看它的output是什麼 而真正影響的outcome是什麼 大的面向也許有幾個層次可以來看 有沒有經由這些活動的參與 因為擴大的人文的素養 多的領域的這個知識的跟理解 所以我們的social inclusion 這樣子的介面跟能力跟態度是增加的 另外一個部分透過教育 特別是Hire Institution這樣的一個結構 也提供了希望能夠有效的所謂不同sector之間的social mobility的增加 那在國外非常成形的一種討論裡面 比如說主要的所謂這個長春藤的盟校 或者頂尖的大學 應該有多少的百分比 是優先保障跟協助弱勢同學 或者是低收入同學的這個參與 這兩天我們檢討裡面在所有頂搭裡面 是不是也有做足夠的資源上的努力 也大概都是在討論大學的社會貢獻的某一種層次的思考 那我們也希望透過這些活動教育形式的安排跟產出 我們有沒有能力來promote 不同population 人口社群之間的健康跟社會的穩定 這是一些我們可以思考的這個面向 我這裡就講的非常非常短 那這個案例大概就是很簡單的 幾個英國大學裡面所直接間接參與的社會貢獻的這個模式 我想大家也都跟我一樣的熟悉或者更為熟悉 無論是協助不同弱勢家庭的教育的發展跟完整性 或者直接在硬體環境上面透過技術 透過能這個資源去做的這個改善 甚至是協助不同社群裡面增加新的就業的潛能 或者是工作的這個機會都是 那下面的時間大概在十多分鐘就報告一下成功大學 基本上大概我們是這個台灣大學的三分之二的這個規模 在不管是少子化或者會有休退水的比例上 我們說我們維持大概兩萬的學生 我們的員額大概一千五 大概有三四百位的人數 那不含教學醫院跟醫學中心的話 這是STEP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我們有個非常非常特殊的校友社群 我今天早上一整個早上參加的 也是一個我們九十高齡的教授 經典的教授 那他的這個現場是鄭崇華董事長 劉強浪校長等等 這個門生反映的只有一個主軸 我在那裡被交代跟提醒的是怎麼樣讓那個團結在一起 作為一個這個系所歸屬的家庭 作為那一個這個院校共同的學習跟成長經驗 會跟著他們一輩子 然後帶到世界各地繼續成為互相支持 協助生涯跟專業發展的一種力量 那我想這個大概是成功大學 比較被大家所記憶跟這個強調的一個精神 也是我現在覺得感受最深的一個力量 成功大學的特性 作為一個所謂一直是從南部落地生根起家的一個學校 那我想在近年的這個所謂創新育成 或者是所謂產學的概念裡面 我們剛好在兩個科學園區 一個科技園區的中心點 所以在前輩校長們老師們的先知著見跡下 我們大概20多年前就直接在園區裡有這些育成的中心 有這些跟產學媒合的這個單元 那這也建構了一個我們今天比較關鍵性的服務中南部 或者是南高地區的一個產學平台的單元 它一直它是第一所台灣在培養高階工程師的學校 明年85年的時候我們會出版第一本 台灣高等工業教育的史 那呈現的是不是當初各個地方的所謂工業學校農業學校 它是高等工業學校 所以我們第一波的高階人才的訓練的這個單元 它一直經過美園普渡時期的十年之間的完整的融入 才有機會成為中和大學 那在這個階段裡面當然頂尖十年 對我們是非常非常關鍵性的元素跟資源 等一下會跟大家報告 那跟著前面的歷史也跟大家才說 我們唯一的也許可以跟大家差強人意的指標 是在一些產學能量跟表現的計算上面 跟世界上第一流的學校大概是相當相當接近的一個表現 那麼幾個面向第一個一定是教育的貢獻 我們問的是自己下一個階段要的人才要有什麼特質 我們長期被認為是有非常實在的技術基礎的這個學校 但是下面看到的可能是跨界 跨域 所以透過我們的藝術中心所改變的是 融進去科技教育裡面的藝術學層跟創意學層 那立方的單元裡面是來自於老師 同學跟校友之間的這個力量 那也透過在宿舍環境裡面的改變 教學題材的這個改變 我們希望我們產出的育成的人才 可以跨文化 跨不同的疆域知識 那有比較深厚的或者有條件的這個創意思考 我一直被交代 作為一個台大畢業生在成大服務20年 我一直被常常提醒 第一件事情是成大的特質是什麼 那這個包括從租金五校長等等 我想它的特質就是非常穩定 非常堅毅 非常有團隊的習慣 他也非常的對他的employer有一個忠誠度 我仍然常常在訪問業主 所以我們比較底個特殊的現象 大家熟悉的是 我們大概如果不是最愛的大學生的時候 我才會被記者詢問到 如果是固定性 大家看到說今年這個企業界的最愛還是成大的話 那就記者大概就不會問 因為就是固定你們應該要這樣 當我們不是的時候 我常常會被問為什麼不是 那大概這一件事情 也是我們繼續要觀察 各位可以看到屬性上 從成大之後其實是比較主要的科技大學 還有歷史也成績非常優秀的私立大學 像淡江 逢甲等等 那之後才台大 可是另外一件事情 我們要去研究的是 到底我們在創新的能量上面 會有什麼樣的新的訓練跟改變 所以我們monitor的其實是幾件指標 對於我們的同學來說 他在學校裡所參與的教育課程 以及其他的活動 對於他生涯發展裡面的其他的能力 包括溝通或者是團隊 或者是所謂這個規劃跟組織技能 我們觀察了一下 我們會比較穩定的發現同學 因為非常習慣的有這些團隊的習慣 所以是做這樣的一個訓練 那麼新的一個教育的介面裡面 一定是透過我們連結校友的網絡 跟co-working space的共建 以及協助來自於校友所輔助成型的 這個所謂accelerator 跟配合校友跟其他資源 所建構的angel fund 能夠給他們新的教育表現 我們送了第一個隊伍 以成大的資源在矽谷做了基地 每三個月有在那邊的校友學長 幫我們做輔導 我們看見的是透過知識改變名聲 這裡是將來所謂full security裡面 一個很重要很重要的台灣的蝦的面向 在這個飲水的安全的資源之邊 這邊是建構成澳洲 那對於新的產業 這個基礎來自於物理界的發現 佈局的也許是台灣的IC產業 或者是TSMC在10年之後 可能會有需要利用到的知識 另外一個建構面其實是社會參與 我們是以一個非常非常基本的 科技工程的學校 這兩年來突破的是 由我們人文社科的老師帶動 結合管理學院 規劃設計學院 醫學院 電資學院 整整到這個社區裡面落地深耕 遠到山上海邊的 這一些資源的投入 那無非是透過科技跟薪資的協助 讓在地的居民有沒有機會去實現 另外一個自主生活的能量 跟資源的這個體系 我們非常在意下一個階段的研究 跟技術的能量 是跟城市跟產業的這個鏈接 我們希望在所有的教學裡面 不僅僅是呈現論點 我能夠連結歷史的故事 我透過專業要去整合 整合的表現裡面 經由設計來呈現 最後最後是我對在地城市 以及人群的一個情感跟關心 那這也建構了我們這兩年 以及下面三四年左右 主要的課程開發的一個模組 它會從九大學院所有跨域的創作 形成課程模組帶進社區去實驗跟呈現 那在學校裡的模擬場域作為預備 那基本上我們準備的是 當2024年台南建成400年的時候 成功大學有機會從東邊的角落 回溯去400年前城市歷史開始的 那前面這條是大學路 跨過火車站是成功路 所以沿著其實是一個成功大學大道 那麼從成功大學所呈現的一個 實驗型的知識跟生活美學風格的轉移 作為台南改變的這個起點 所以我們幾個學院的一些基本工作之一 其實跟台南市的幾個主要的建設 都經常性的做檢視 當然包括蘭花等等 那這些其實也同時檢驗 昨天我跟六七十個在地主要上市上櫃 的CEO做的檢討裡面 看見的是到底這所大學的人才技術跟產出 對於地區產業跟未來發展 有沒有意義 有沒有改變的這個力量 我們也把這些研究發展 從城市帶向世界 過去四個月以來 以及應該是說七月以來到明年的一月 我們在捷克主要的三個國家博物館 帶動的是過去我們三年的研究 這些研究包括廟宇跟建築技術以及宗教 包括南區產業裡面重要的蘭花 我們跟孟德爾博物館做的屬於原生種的 抗旱的基因的這個展示 我們跟台南附近有關的造船 紡織業都做了他們的企業的原料研究 技術研究以及品牌開發 這四個月都透過以捷克為據點 讓歐洲的大學跟這個國家代表來看見 那改變的其實是 我們的校歌裡面有一句叫 喜天下精英會萃 不辭千里來吉斯坦 幾個七八十年來 其實是主要於東南橋生 未來我們要帶著這個 在中南美洲 在歐洲看見我們新的據點 所以400年前台南是台灣第一個面向世界的城市 現在我們固定的會有70個國家 不同的老師 同學 主要以同學為主 以成功大學為基地 在認識台南 認識台灣 認識我們的世界 那重要的另外一個面向談到組織的貢獻 大家熟悉登革日 江老師在這裡 那有意思的地方是 這本來是一個很多年的 這個防疫的基本操作 可是今年第一次我們讓資工學系 地理測量學系 以及我們的護理跟臨床同時到位 所以今年到最後 我們是過去幾個月以來 特別是過去的兩個月在台南市的高峰之後 我們每一天進駐完整的分析新的data跟model 提供給台南市政府作為明天新的防疫處理的一些依據 那我們非常非常的驕傲可以在關鍵性的時候 看見一所中和大學能夠發揮的新的 從科技的創新帶來城市改變的意義 最後呢 其實我們希望努力同學在這個校園裡面 會有信心他能夠再多一點點競爭力 我的老師會覺得在辛苦的教育工作裡面 是有一點點使命的 最後我們都想一起努力 讓這個城市看見這個大學的意義 讓這個國家也覺得這個大學所產出的畢業生 對這個國家的發展有意義 最重要是我們連結世界的夥伴學校看見一起為培養 世界公民所做的關鍵性的一些努力 謝謝大家 謝謝蘇校長 我剛剛說我早上聽了如坐針氈 是因為有很多事情我覺得我沒做一直想做 我剛剛是坐立不安 真的名不虛傳 就是那個城大對於產業界還有校友 那個我真的開了眼界 因為以前都沒有機會聽蘇校長講 我可以證明一件事情 各位不要小看剛才下面有一張小章的 那個TIME的那個排名 那個100分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100分就是產業那一塊 他是第一名 全世界第一名 100分的意思是這樣 我台大 對不起我不好意思講 台大很後面 所以我們真的是很多地方需要努力 謝謝蘇校長跟我們分享有關於他們如何 在南部這樣子做一個非常棒的這種高教 跟產學跟校友的這個實踐 再來我們請國立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的 特別教授于明寧教授 他是兼任那個校務研究辦公室 那個女主任的經歷非常多 但是最重要他的校務研究方面 有非常非常不錯的經歷 他今天也許跟我們分享一些 那我們就請開始 主持人 教育部各位長官 以及國內各大學院校的司長們 大家午安 本來這場應該是我們校長來的 因為他臨時有事情 所以就指派代表他來發言 其實我對高等教育不是我的主修 我比較偏向還是跟學習有關的行為 所以我就容我以我比較熟悉的專長 來向各位分享 我想世界正在改變中 這是不可否認的 我們面對的是一個 不曉得的未來 未來 未來是不是會變得更好 還是變得更糟 這個其實是一個風險 需要的是我們大家的努力 尤其是台灣 在國際定位上 他地位很曖昧 我們周圍有很多敵人 也有很多朋友 我們要怎麼樣走 其實都是考驗著我們全體師生的一個腦力 我想在百年前 我們教育界的老前輩 杜威博士都已經講過了 我們如果用昨天的方法來教今天的學生 其實我們就等於是在剝奪他的未來一樣 我想這些話能夠經過一百年了 還仍然可以適用的話 勢必有他的一個道理存在 因此今天我來向各位先進們報告了 就是我觀察到的一些現象 也許我們可以做一點改變 我盡力再改變 首先在我們現在當前的數位時代之下 我們學習 我觀察到的幾項很大的危機 我們資訊很多 但是意義很少 學校教育裡面 學生很多人都流於就是搜尋資訊 下載資訊 剪貼資訊 拼抽資訊 但是就是很少花時間去消化那些資訊 更不用講說產出融會貫通的資訊出來 第二點 分心的事情很多 專心的事情很少 我們太多好玩的東西 數位產品就是一個最大的玩具 我看現在學生都是低頭足滑來滑去 人生就這樣滑掉了 滑掉了大部分 所以這些都是一個分心的事物 這也是一個現象 也影響到我們的學習 接觸的很多 投入的很少 現在生活層面 雖然是非常多元化 非常豐富 非常多彩多吃 學校開了課也總類非常多 比起三十幾年前我們讀大學的時候 現在可以修的課多了好幾倍 多了好幾倍 總類也非常多 多了之後我們發現到一個現象 就是說我們24小時不夠用 幾十年來科技的進步 並沒有讓我們的時間變多 而是我們要學習的東西變多之後 我們要真正要投入的時數就變成嚴重的不足 嚴重的不足就會產生這個 等一下我要談了一個後遺症 我們目前是博學有餘 精熟不足 幾十年來 大家都知道 我們從二次大戰結束到現在 已經正式邁入數位化時代沒有錯 但是我們人類的大腦 並沒有大幅度的改變 我們的大腦能夠吸納資訊的能力 幾十年來並沒有突發猛進的一個進展 比不上資訊累積的速度 那麼在這種龐大資訊之下 其實給我們每個人都造成很大的緊張跟壓力 包括老師在內也是一樣 這個是事實 因此我們要學了很多之後 我們要投入的時間變得很少 到後來結果就變成是大家都不熟練 不熟練的情況下 我們學制上仍然保持是6334字 四年大學要學完這麼多的資訊 其實是不容易做得到的 所以言必會是一個正常的現象 第二點我觀察到一個情況 就是說我們高等教育裡面 我們就是這樣子把學生交笨的 其實這個交笨不是我們大學是筷子手 小學階段開始就是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看這個例子 這個是周老師提了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夏天哪個東西會長大 這是一個標準的選擇題對不對 標準的選擇題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中小學教育 因為有升大學考試嘛 大學聯考嘛 我們為了要公平客觀起見 所以會要求標準答案 但是到了高等教育之後 我們仍然還是保留這個習慣 因此不是老師不認真 而是老師非常認真 學生程度也不錯 但是在標準答案的限制之下呢 我們就限制了學生的思考 限制了學生的創意發展 也限制了學生的潛能 到後來學習就變成是只有 什麼 Copy and Paste 就是剪貼 剪跟貼而已 那最後當然就上次了我們的創造力 學習力 競爭力跟生存的力量 尤其台灣是一個沒有資源的國度 我們唯一的資源就是我們的腦袋瓜 我們腦袋瓜 在標準答案的限制之下之後 可能我們創意都沒辦法發展下來的話 我不認為未來時代會更好 不一定會更好 這是我們需要去思考改變的 因此我們在想 大學的教育還是要回到 大學創立的本質 本來就是focus在 教學 教跟學上面 那學習當然是重點 學習重點 我們現在很多學生 都是帶著空空的腦袋來上課 因為一起床就趕著上課 並沒有wap 並沒有把自己今天要做什麼事情 想過一遍 就帶著空空腦袋來 來做什麼 就是來做錄音跟錄影的動作 這種情況 這個是一個 我看到一個很可惜的現象 那另外一個 既然現在數位科技這麼發達了 大部分的知識 就在Google上面都找得到了 那我們還要教嗎 我們還要教嗎 我的小孩子很小就跟我講 爸爸你為什麼要花時間去學那些東西 Google一下就有了 我們以前讀了幾十年的知識 瞬間都被電腦給取代了 被雲端記憶體給取代了 那我們還剩下什麼 其實大學老師要教授他的專業給學生 他部分的專業知識的部分 Google都有 網路上都搜尋得到 那我們還能夠教他們什麼 所以現在來講 就是培養他們的核心能力 遠比我們要教給他們的專業知識 還來得重要 這些核心能力都是可以帶著走的 都是他們可以永續生存 終身學習下去的一個能力 這些能力才是我們教育的核心 而不是教了多少知識 專業知識多少 雖然我們現在大環境的制度 仍然還是考試 尤其是公務人員的國家考試 這一定要標準答案 所以我在想說會不會幫我們考奔 很有可能 因此我們可能需要去考慮一下 我們要做個轉換 做個改變 教學不要再是考貝忘了 最後是忙忙忙 而是希望能夠慢慢改成一種 深層性的認知目標的學習 不再是只有知識跟記憶層次而已 而是有這些比較高階層次的一個歷程 這樣我們的學習才能夠有所改變 我想富蘭克林在很早以前 這個更早以前 兩三百年前就講過這句名言 給我答案 我會忘記 展示給我看 我會記得 如果讓我參與的話 我便會學會 我想在現代數位的時代裡面 最後這句話還真的是顯現出 它的一個重要性跟價值性 因為告訴我們答案 這是以前的階段 標準答案 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你在怎樣附送 在怎樣寄送 背送 你絕對背不過電腦 精確度也不夠 也比不上電腦 但是我們可以比的就是 改變我們的學習體驗 以及開發我們腦袋裡面的創意思考 這個是我們可以做的 因此 我要呼籲 我們教學平良 稍微要做些改變 多問為什麼 少問what 多問what if 少問when 多問how 少問會 多接納各種可能性 少要求 大家都要一致 多包容各種創意思考 少要求這個有標準化的一個結果 我們多探索 多思考 多經驗 多實作 多創造 這個都是我們對將來有幫助的 少一點教授 少一點悲衷 少一點模仿 少一點力情化 少一點標準化 我們學生就比較不容易被 交奔 考奔 因為未來的社會 還是需要靠創意 那個repeat 的這種學習 基本上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已經過去了 我在想 未來我們大學教育的評量 如果能夠允許 沒有標準答案的答案 也算是一種答案的話 那麼大概我們就有很大的進步 所以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基本的學習理念 大學教育其實以目前的情況來講 不一定適合每個高中的畢業生 大學還是需要學術性向比較好的人來就讀 當然我們現在大學有很多種類型 如果學術性向不是很強的人 可能就是要走其他類型的高等教育的訓練 也許是走實務專家的訓練 那個也是一個出路 那進大學會是一個自己做主的情況 而不是電腦分發 因為現在我們教育部的規範底下 我們還是有大部分的學生是考試分發的 考試分發到每個學校去之後 其實各大學院校 也許是國立學校 大致上你們的校務研究 大概有發現到一個現象 大學不同入學管道進來的學生 表現最不好的 適應最差的 以及將來出去 不見得會 從業到退休為止的 大概都是電腦分發進來的學生 因為這些學生 他們就是 自己要不要讀大學 自己要進入哪個科系 自己沒有搞清楚 由電腦來幫你做決定 但是電腦沒有辦法 決定我們的一生 所以這個會是一個問題 另外一個現象 就是大學很多學生 尤其像我們這種人文社會科學的學校裡面 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 因為我們不像理工大學 有技術有專業技巧這些東西 我們很多是榮文素養的部分 我們常會發現到一個現象 就是學生修了很多的學分 其實以現在來講 學問修得多 並不代表學問就好 因為每個人都有Google 與其是潛諜式的學習 不如一門深入 你選定一個專業 然後你好好的去專研 廣泛的接觸各種通識課程 專業化的通識課程 專業化 也就是把課程要專業化 而不是把課程生活化 為什麼這樣講 因為學生畢業之後 他自然有終身學習的機會 跟環境 很多生活的事件 需要他用到通識的知識 融入自己未來的生活裡面 那這些不一定要學校來教 學生自己會去 允許他有探索的機會 我們不要剝奪他探索的機會 那最後一個 就是重視一萬個小時的 這個練習的效應 這個會是一項非常具有 說服力的一個學習理念 就是一萬個小時的練習效果 一萬個小時的練習效果是什麼呢 就是無論我們想要從事什麼 專業技術或知識密集 或者是工匠記憶的行業 我們只要投入一萬個小時的 用心練習 那我們就可以成為 某一個領域的記憶精湛的專家 那一萬個小時多久 大概一天要花三個小時 持續花十年 如果我們反過來 一天花十個小時 三年就可以出師了 所以一旦有一個麵包的師傅 既然他可以改變我們學校 為了他修改我們的入學辦法 那麼這個影響力絕對不可小看 絕對不可小看 那個遠比很多博師的影響力來得大 所以這個就是我要講的理論 那我們現在數位科技之下 當然很多工具我們可以善用 這些東西都是現在炒了正熱的 一些數位學習平台媒體技術 但是這些數位科技有個共通的現象 它沒有辦法取代我們的學習 我們的學習還是需要花人力 花時間 最重要的還是需要學生具有動機 可以 現在學生普遍上來講 都沒有動機 這個是一個很麻煩的一個現象 那我們也許 學校要重新啟動幾百年前的師徒制的概念 還是大學老師要扮演mental的角色 可能要一對一或是一對多的 但是不要太多的方式來指引學生 怎麼樣學會善用科技而不是受制於科技 現在沒有電腦的話 沒有手機沒有平板的話 很多大學生可能會跳樓 他們沒辦法學下去了 不曉得日子該怎麼過了 沒有這些數位科技的時候 你還可不可以學習下去 一定要適應這個環境 要引導學生做專題式的PBL的學習 我們現在學習太發散了 沒有聚焦 我們在一個專業或是專題或是專案的引導下 至少你就可以聚焦 把我們學習往個方向去邁進 然後把我們的訓練學生能夠自主學習 或是自律的學習 同時要達到熟練的程度 最終我常會講一句話 我們要鼓勵學生探索自己的興趣 探索自己將來的工作傾向 我最常呼籲的就是 希望我們的學生都能夠找到一份幸福的工作 幸福的工作很簡單 就是做你最喜歡又擅長的工作 而且老闆又給你薪水 如果是這種工作的話 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盡力的把他的錢發揮到極致 那這個就是一個未來最幸福的社會 學生能夠找到幸福的工作 就不會中途離席 找到一半我們的博士去賣雞排 是賣什麼 難免很多社會人士會批判這種好像資源浪費 但是這也是確實 因為很多人不愛自己的工作 不喜歡自己的工作 那你要找到自己的工作的話 勢必我們在學習的歷程上 就要鼓勵學生去體驗到這個flow的這個 人生最佳的一個經驗 那能夠體驗到這個經驗的話 自然而然他就很容易找到他自己的所在 發揮他自己的專長貢獻 這個社會國家 因此我們期望未來的大國民 私信教育 我想這在中小學就開始做了 其實大學也可以銜接著繼續做了 正念教育呢 就是我們現在學生太忙了 心思太散亂了 其實我們應該要讓他們能夠聚焦 每一天撥個十分鐘 訓練自己練習靜坐 讓大腦靜下來 好好跟自己相處 這個他才能夠抵抗未來的壓力 才能夠讓他將來的人生走得更遠 那彈力教育就是我們要教導學生 如何從挫折當中恢復原力 現在學生遇到挫折的話 就往往會走這個極端的路線 那這個不是我們期望的 尤其是父母最傷心的事情 但是我們學校就是要稍微教一點 當然創意教學很重要 學校不要把學生教笨 我要嚴格要講 要廢止這個東西的評量的概念 最後一個就是擴展學生的視野 當然鼓勵學生能夠有全球移動性 移動能力 那這個是最高的理想 以地球人自居 那你就不會想要去污染環境 因為你跑到哪裡 都沒有地方可以住 但是你是地球人的話 你就會好好愛惜這個地球 那麼最後 以上這邊所談的這些學習的情況 基本上現在正在夯的這個消誤研究 都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找到一些答案 找到一些解決的策略 以上大概是我今天分享我的心得報告 謝謝各位 先謝謝那個余主任 那余主任在講的時候 我又坐立不安 還要提出很多那個問題來 那這些問題其實都蠻重要 而且我發現政大好像也在解決 要精實課 課程精實在解決這件事情 所以他們是理論跟實踐都在進行 那麼那個 我們兩位講者都提出了一些事情 那麼今天我們這個主題是理論跟實踐 那麼高教到底有哪些問題 其實老實講 從早上到現在 提出了很多我們從歷史上所看到的這些 我們如何來緩醒我們目前的問題 那剩下只有20分鐘 我實在不應該多講話 我們讓各位參加者 能夠提出來一些問題來 那看我們兩位跟我看能不能跟大家一起討論 所以我們現在就open給大家歡迎 是哪一位有沒有 是 請後面哪位 我們不知道要選什麼科系 因為我們在高中的時候 是沒有這個機會去探索自己要領域 所以我在有個問題就是說 很多大學生進大學後發現自己不喜歡這個科系 可是那個時候你在那個科系裡面 你就必須要讀那個東西 你才有辦法把分數考好 然後才有短期的機會 可是你就是不喜歡這個科系啊 你要怎麼把他考好 這不是很矛盾嗎 所以我看到外國人在研究 就是有些國家是大意的時候是 讓學生進去可以自己選基劳課程 那個時候是沒有規定 你一定要選什麼必修之類的 反正整個學校都是你的選修課 你就找到自己的興趣 你選好大二再決定你要什麼科系 有想過台灣也可以這樣做嗎 謝謝 好像是有某些學校是在這樣進行中 那麼我們兩位有沒有 是 這位同學 就我所知道我可以建立的 我盡量回答 我講的不是標準答案 所以不會幫你討本 其實這是我們從小 沒有開始做視訊視探的情況 小孩子其實到大學 很多學生還是搞不清楚 你到底喜歡什麼 不喜歡什麼 其實把自己搞清楚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對人生來講非常的重要 你就不會勉強你自己去做你不喜歡做的事情 如果因為你要找工作 勉強去暫時做你不喜歡的 這是OK 但是它畢竟不是長遠之際 你要長遠之際的話 你還是要回來找你喜歡做的 那我剛才有個投影片 就是那個Flow那張圖片來講 你去看一下 什麼東西 你去觀察一下你的日常生活局 當你在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讓你覺得你是最Enjoy 最投入 然後最 感覺最愉快的 那個往往就是你的天命所在 想辦法把它發展成為一項職業 那麼那個就是幸福的工作 那第二個問題 你剛才講說進到學校裡面 是不是可以大一大二不分系 其實很多大學有在嘗試 像我們政大 當然不是每個普遍性的 我們就以政大來講 政大的傳播學院 它已經推行好幾年了 就是大一大二不分系 那這一點我們觀察了好幾年之後 我們發現 其實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以院為單位 所有招聘進來的新生 大一大二都不分組 讓它在這個院裡面去做 大範圍規模的探索 那當然一二年裡面 你要修滿這個學院的必修的 專業的跟通識課程 然後之後大三大四以後 再去分工分組 這個也許是一個 可以實驗的一個idea 當然有實驗不保證就是一定會ok 所以說不定有更好的策略也不一定 但是最重要的 我剛才講過一點 因為我知道很多同學 都是大學電腦分發進來大學的 這個就是最糟糕的情況 因為你根本不曉得你自己 要讀什麼 因為連你自己都搞不清楚讀什麼的時候 坦白講老師 父母都沒有辦法幫我上忙 這是我的想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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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szam 速下 nurse EX marble 方教探します 大家好 同學看起來很年輕 是高中生喔 大醫生 已經在考慮轉系就對了 好 可以講了 我自己是很喜歡我現在這個系 可是因為我現在在家教我的表妹 然後現在就遇到一個很窮的狀況 就是高中生 其實我在當高三生的時候 我自己就想過這件事情 我們在高中以前其實是根本不知道 大學那些科系在教什麼 我們既然知道數學系 我們知道他在教數學 但其實我們進去很多人是在後悔的 因為有人說 之前有一個數學研究所跟我講說 你們啊 高中以前學的那叫做算數 不叫數學 所以其實對我們來講 我們很多東西其實高中生是 高中以前是完全沒碰過那些東西 一點點專業知識我們幾乎都沒碰過 所以你們要我們怎麼在申請入學的時候 只憑自己科系的名字 或是網站介紹 或甚至大學博覽會只聽十分鐘介紹 就決定我喜歡這個科系 我進去我一定會喜歡 而且我可以讀四年 對啊 就是這樣 長話短說 應該很正式的回答 就是現在每個大學都很努力的 在他的彈性制度裡面不斷的開發 無論是不分析所的這個名額彈性空間 那我想剛剛余教授談到 這是很正式的這個回答 可是換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對同學自己可以現在認識的空間 遠比我們當年考大學的年代其實豐富太多了 現在有很多很多非常結構性的 透過這個增進實務的這個同學 大一到大師甚至到研究所的解說 現身說法的讓大家了解說 那個系所在那個名字之下 可能這個教育的方式內容 以及它的這個彈性 所以大家能夠理解 主動的去理解 深入的去理解的這個空間跟資源 其實是越來越多的 那這也是大家自己可以 多一點點負起這個責任 另外一個地方 當然這個有時候是一體之兩面 我們來想什麼時候 真正自己是興趣之所在 我每次被問到這個問題 都遙遠的想起 我覺得我真正很確定 興趣這麼一件事 就真正什麼喜歡什麼不喜歡 好像一直到寫博士 就是要選博士領域的時候 那時候我很有感覺了 我就說大概是這個題目的方向 而博士這個題目的方向 等到我很確定 我很有興趣是什麼時候呢 我覺得是我在寫博士論文 寫到很累很累痛哭流涕 但是我滿心歡喜 好像是這樣 那這個重不重要呢 這其實跟每一個階段 你有沒有認真的 對那個階段你在做的事情 誠心誠意 全力的投入 你在那個投入的過程裡面 可能才有機會 比較負責任的去看到 我有沒有興趣 或者這真正是不是 我的長處之所在 剛剛那個余教授有提到 如果你重複練習一件事情 你原來可能討厭的 你都發現你太有興趣了 因為你做得很好 有時候做得很好 又把你的興趣給啟發了 我這不是太算什麼 教育專家的說法 我只是設身處境在想說 我們在每一個階段的時候 都有可以去努力發掘自己 為自己負起責任 然後繼續 move on 的那個條件跟能力 那一起試試看 其實不會那麼辛苦 以上兩位都是正解 那我自己有一個就是說 不是那麼正解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我認為大學畢業 不見得就是你要做什麼 而是大學你要培養更多基本能力 我必須承認 我是北醫藥學系畢業的 但我現在不做藥師 但是我在北醫學到很多基本能力 所以這些事實在比較重要 那假如你所學的 你大概還可以接受 我在北醫當得一趟糊塗 但是我感謝 那沒有關係 因為你去是要學東西 那假如 所以那個 也像剛才兩位講的一樣 有時候 你去學學看 發現這一條也不錯 那走下去 我不曉得那是不是叫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就是被一個東西壓迫太久 就喜歡這個東西 對不起 這是隱異思議 好 我們第一個問題就到這邊 不曉得有沒有誰 第二個問題 是後面 是 能不能報一下自己 就是三位好 然後我想問大家就是說 其實我們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台灣的一些 不管是公共建設 或者是一些 比如說雕塑品好了 就是 常常可以看到一些很醜的東西 然後 我 就是有參加這個 這個 什麼網絡的 一個 什麼創位會員這樣子 然後 我突然發現 就是裡面居然沒有 藝術相關的大學參與這樣子 那我覺得非常的可惜 就是藝術這一塊 跟美學這一塊 在台灣的教育裡面 其實相當受到的 怎麼講 就是受到忽視這樣子 那我覺得不曉得 三位有沒有對這個部分 絕對有需要去加強的地方 這樣 我先懺悔一下 好了 台大沒有藝術學院 所以我們會努力的 那其他兩位 有關於藝術這方面 我感覺好像要請黃部長來回答 是 常華總說 我們確實有 在很努力的調整 我們有 大概將近20年了 我們的藝術中心 一級中心 但是作為一個大學的經營裡面 這是一個相當相當沉重的負擔 怎麼樣定位我們藝術中心 能夠去對於我們所有的工學院 電子學院管理學院 醫學院等等等等 不同背景的同學 所適當協助的一個對於美 對於這個所謂藝術好了 讓我們 democr會出現 我們不容易才會有一個藝術研究所 但是另外一個地方 其實是去擴大鏈結 我們在附近的資源 比如我們旁邊的藝術大學等等 慢慢地它如果成為一種基本的 生活習慣內涵 興趣的一部分 我想學系在不在 戲所在不在 或者院在不在 恐怕是另外一個可以討論的空間 先跟您做這樣的一個報告 所以雖然我們沒有藝術學院 但是我們同時教育有很多有關藝術的 而且那個老師也蠻強的 那學校也漸漸有開一些設計的課程 但是整個台灣來講好像還是少了一點 這一點我們不否認 不過那可能要看教育部的政策 因為老師那邊有沒有要看 其實我對於藝術沒什麼研究 我本身就是沒有藝術素養 沒有藝術素養 我想這應該是政府的責任 因為在我讀小學開始起 我們的藝術課程 美術課程 然後音樂課程不是都被剝奪去 裹音樹了嗎 所以到現在我一直是很後悔 確實上我上課時我也跟學生講 因為我們的素養不高 所以我就不懂得欣賞什麼是金句 我也欣賞不懂什麼是歌仔戲 因為你們都看不懂 不曉得他們在講什麼 但是我至少我可以欣賞得最新的電影 這個至少我看得懂 所以藝術是什麼 我想這個是藝術要涵養到 成為國民的生活一部分 這其實要從長記憶 那我想現在多年來的教改 至少我看到一個很好的現象 民國90年以後的 九年關課程的更改 已經把藝術從基層開始打起了 我相信我們下一代 現在差不多年齡在15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們的藝術涵養絕對比我們高很多 美化了很多 美學 心靈也比較進化一點很多 我想這是個好現象 再過個二三十年 說不定整個台灣的經界 就全部改觀也不一定 因為美的東西可以進化人心 至少讓這個社會比較不要那麼的衝動 尤其像包裝雜誌每天每天都是負面消息 遠多於正面消息 這個就是一種反藝術的行為 這個會讓我們藝術教會也沒辦法落實的地方 好 我們就 是 請 我是台東大學教長陳金中 那剛剛聽到那個余教授講到 那個一萬小時的練習效應 以及學術導師 我想對這個我非常的感動 因為我過去曾經在意大利 藝術學院 還有西班牙的藝術學院學習過 那他們的一個字路其實就是導師制 所以我在那個那一邊的一個經驗就是說 我投入做一件事情 投入時間非常非常的多 那對的人生的影響其實是非常大 不過我現在又幹教長 那我很在意的是我們學生的那個 學習的那個 我們是以學分數來算 我常常要我們的 組長統計一下 我們今年那個畢業生 他畢業的平均總學分是多少 因為我認為這個跟學生的學習力有關 那我們現在的台東大學那個課程已經全部開放 也就是說 只要你選擇上了課 別系的別運的你就可以去選 不過這個又有一點問題就是說 好像我們用那個量 就是那個課程或者學分來算 這個又跟剛剛我們講的 那個余教授這一邊講的 這個好像有點差距 是不是余教授能不能就是說 對用實務的眼光來看 那腳賽我們現在的一個課程以為主的一個 大學制度下如何來給他一點修正或者怎麼樣 謝謝 請 我剛才會引用那個1萬小時的練習效果 那其實那是來自一本書 那Outline那一本書的一個啟發 那在實務上來講 我也是很受到驚訝 就像剛才我講的 我們政大好像聽說台大也是 入學辦法居然可以被一位麵包師傅給改變 就讓我們開始反省 到底什麼是影響力 這個就是我們要去思考的一點 各行各業都可以走出一條自己的路 我想大家都可以認可 那不是只有學術這條路 那我們現在大學是要培養很多 各行各業的高 高升的專業的人才 但是很多的學習 不一定要在學校裡面就完成 其實我們現在學生 我覺得蠻欠缺一點 就是探索的 那種冒險精神 好像我們都處在一種安全的環境裡面 踏出去那個冒險精神很少 其實這次我們 我感覺是很憂心的一點 因為以前我們大學院校研究所沒有那麼多的時候 我們都會拼命出國 那現在研究所這麼多的時候 大家都拼命不出國 因為外國是蠻冒險的 蠻冒險的 這也就是我們需要去反省的一個地方 然後我剛才講到就是說 很多東西 因為大學就四年而已 時間非常有限 你學那麼多東西 其實有些東西是可以分散 在畢業之後再去眾生學習的 不一定擠在大學這個階段來學 所以大學這個階段來講 還是以能夠專業的訓練會比較好 我這是我個人的一個前見 那不見得是對 不見得是對 因為時間關於我們最後有一位 那個 是 你好 我想問一下就是 相比大陸、港澳和新加坡等華語地區的高校 就是我們台灣高校在人才培養模式 複合型教育與專業化的理念實踐 以及學生的未來的發展空間方面 有著一個怎樣的優勢或者特色 還有就是剛剛蘇校長提到台南登格勒 講成功大學有很大的貢獻 然後我就聯想到我們廣東省 去年14年6月也爆發了大規模登格勒 3萬多人嘛感染 但是最終僅僅死了6個人 就是相比台南可能要死的比較多 我就想問的是不是這一點啊 就是台灣的高校對自身滿足國家社會的重大需求 以及知識和科研成果轉化為一個現實生產力 是一個怎樣的自身定位 要不要請蘇校長先 因為有關登格了 沒有 知道未必 它是一個非常不同的型態 非常謝謝您提出來 不過在這個的同時 我們正在所有的臨床醫師會整理出一個希望能夠更新現在治療規範 它因為它出現的是一個過去其實沒有怎麼經驗過的型態 所以我不特別把這些 當然我們都會希望把它當作一個指標之一 不過我們那時候面對的是一個怎麼樣快速控制在一個密度軸線裡面 我們的區域範圍跟那邊的人口數啊密度等等是有個落差的 那這個有機會可以再跟您做細節的這個討論 還有我們在座那個江教授 也都是我們的小前輩好了啦 這個工委領域的這個專家 第二點長話短說 每一個大學在台灣都有都被賦予也被期待 它有相當清晰的自己的反省檢索的能力跟定位 那我們也在這個自由度裡面去看見 我們自己怎麼樣從這個資源的穩定到我們任務的定位 我的學校跟其他在座的其他的學校可能都不一樣 不過我們非常清楚在最近的同事之間討論裡面 我們的人要是非常非常負責任的公民 我們的人就他的專業知識跟技能必須符合大家對這一所大學品質的期待 我們的人也希望能夠看見相對於從我們的城市出發 到我所在的國家到我臨近的整個疆界區域 到未來世界的移動裡面它具有什麼樣的移動能量 跟他打算要發展出什麼樣的專業生涯 這個大概是我希望我們有能力培養出來的這個人 至於您剛剛講的國家的這個所謂政策跟需求裡面 也是我們的另外一段 我們在看見假設我有這麼多的關鍵技術 是可以透過在我們的高階的研發的工作裡面產生的話 那這些技術跟我們下一個階段的產業的變革 新的經濟發展的機會 或者從人問社會的面向 我們能不能提出新的生活的價值 形態 這些都是我們在整體的九個不同的學院裡面 一起在探索跟定位的 那這是我們的自由度跟我們的空間 我只能替我的學校回答 在座還有台大跟其他學校的朋友 是 余老師 你解決未來的問題 不過有關於 可能你想問的就是兩岸的學生有什麼差別 沒有這樣的意思 他是在人才培養 還有就是專業 剛才有講到專業化 還有就是中和性的一個複合型 這樣一個取捨 以及對這樣的一個後果 就是對學生而言 他未來他的一個發展空間 就是有怎樣一個不同 或者說特色也好 優勢也好 是 這問題的確是有點大 而且每個學校 每個地方都不是很一樣 那那個都有可能 對不起 我們時間是不是已經到 我又是台南人 我也是政大人 有關於21世紀 特別是台灣高等教育 給我的一個很強烈的感覺 就是隨波逐流 這個波 其實是一個潮流也好 或者是像數位化 它的版本 一天到晚再趕也好 以我們科系來講 幾乎每一個學校的科系 不斷地換名字 所以我們這些學生一定會也很困擾 一下是這個名字 一下是那個名字 包括大學的名字也不斷在改 公私立大學的名字也不斷在改 現在又要合併的話 名字或許又要改 然後會不會說評鑑制度 教育部的評鑑制度 又是另外一個推波阻難的 那假如說我們的家庭計畫 算是最成功的一個政策 今天我們的少子化跟大陸的一胎化 都已經出現很強烈的那個績效 請問一下 我們不斷地在改科系的名字 不斷地在改學校各大學的名字 那這個評鑑也不斷地在加深加強 是不是也會呈現什麼樣的一個績效 是正面的還是會有負面的 好 謝謝 這裡有誰 有沒有要評論 我想那個什麼 那個有些要改是必要的 那有些像台大很多戲就是不見得會改很多 那麼也就是說改跟不改 完全是看這個學校這個戲 需不需要做這樣的動作 那評鑑也是一樣 老實講我是負責台大評鑑工作的 台大所有的戲主人都怕我 因為看到我就是又要來評鑑了 但是評鑑它有用了 為什麼呢 各位做不做體檢 體檢要這樣出來 一看天啊 我的血壓350 不會那麼高 那可能死掉了 200 我譬如說戲主人一看 我的那個學生的評鑑值 什麼去年4.0 現在3.5 我一定要檢討 所以評鑑這件事情 我自己來講是非常非常贊同的 台灣需不需要颱風 啊 颱風最後不要來 但是知道颱風對台灣帶來多少的好處 帶來雨水 還有五分鐘 我以為沒時間 OK 帶來雨水 帶來 然後街上特別乾淨 因為少過一次了 所以我覺得像評鑑這種東西 是一個好的一種 那麼那個 假如評鑑認為 就是說這個戲該改名 該合併該怎麼樣 那就去做 這就是評鑑的作用 所以我想整體上來講 因為兩位都沒意見 我只好就是做這樣 我對我自己的認知是這個樣子 好 那聽說還有五分鐘 真的嗎 時間到了 OK 好 那個 那我們這個section就到這邊 那謝謝兩位講者 還有謝謝各位 還有謝謝提問者 謝謝 謝謝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